欢迎收看《逃离塔克夫整活日记》 大家好,我是七月 本期游戏视频《逃离塔克夫 彩虹战士篇》众所周知 塔克夫作为一款硬核游戏 在医疗系统方面也非常得劲 比如回血包和手术包以及止血绷带 具分五种左右 而除开这些,塔克夫还有一些加成类的药物 注射器 注射器分有很多种 比如我们注意熟悉的马肥以及身上腺素 还有能超快速度回血的再生注射器 解读器等等 那么今天七月要做的就是在游戏内 把绝大部分注射器都扎一遍再去对枪 这种操作俗称彩虹战士 因为每根针的颜色不一样 也可以说是无奈战士 OK,不多杯杯,进入实战 塔克夫一共有15种针 我只带了13种 因为解读器没用 而OB针会有很大的几率产生副效果 特别难受 装备我带了最后的额中六级甲和锤哥面罩 加上两个95发弹弹鼓的满改AK 兄弟们,这就是13根针扎完的效果加成 什么耐力回复,生命回复,合作力控制 预防失血,减少受到的伤害 这些大家可以暂停慢慢观看 副作用是水分和保时度回复变慢 生命回复也变慢 他这些针 全扎了有一些是冲突的 赶着 看到没 被打成小红人 我只打了胸口的药 其他地方差不多就快满了 接下来就是彩虹战士干脏纯翔版 小红人 不是 怎么给人带 我没有 也不灯 我那到这里 值得 这些针报 之前 好了,那么本期游戏视频就结束了 希望各位观众也能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